7月6号下午2点半左右 既然警奔局水源派出所获报 有民众闯入秀林乡的 下不当吸管制范围内 经巡逻园警赶到现场发现 有三名年轻男子无视三级警戒规定 忘我的还在西边玩水 园警当场于取缔 也依法韩报华联县卫生局来采访 6号下午 画面中的这三人穿越水源社区来到西边 清澈间谍的河水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一行人有说有笑的走向溪流 忘情的细水 早已忘了全国仍处于三级警戒管制状态 没多久辖区水源派出所获报赶到现场 虽然他们都有戴上口罩 但违法闯入公告禁止区域的事实明确 警方依法将三人含报裁罚 经严谨前往发现 有三名年轻男子正在西中细水 明显违反三级警戒管制规定 本手当场予以取缔 并谈报花蓮县卫生局财法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规定 违反公告禁止区域的管制措施 可处薰台币3000元以上 1万以下划还 呼吁民众切勿轻视 以免荷包大失血 近期疫情虽然有趋缓 但三级警戒又再度延长到7月26号 大家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应随时保持高度警戒 全国警察机关将持续严格取缔 绝不松懈 呼吁民众应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共体时间 记者林杰 简安香采访报道